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若问脑力哪家强 神都城里找二郎 王一博说白李鸿逸是技术流 自从封起洛阳发布《归藏凤定档》预告以来 王一博饰演的白李鸿逸就被电影网带头取笑脚力跟不上脑力 以至于神都府特发公式昭告天下 毕竟二郎的武力值还是有三个点值的 不过说归说笑归笑 神都新千居民们当然知道 白李鸿逸可是神都小分队的智慧担当 在封起洛阳发布会上 王一博也精准地分析了自己饰演的白李鸿逸 他是思维能够很快构架起一个3D立体图像的技术流 若问脑力哪家强 神都城里找二郎 作为公布上书家的二公子 二郎从小天赋一柄 手里把玩的不是鲁班 锁就是九连环 并且出身建筑行业世家 脑力值满级加上超强的空间构建能力 五力值的短板是绝对可以用脑力值凑的 作为演什么就要像什么的王一博 私下里也是没少研究鲁班锁 在发布会现场 王一博面对工作人员递过来的鲁班锁模型 也是几秒钟就轻松地解开了 并且还为大家讲解 其实只要解开一个 其他的就都开了 很简单的 以至于主持人直接将难度升级 让他把解开的鲁班球再拼装起来 领会到精髓的王一博也是二话没说 一分多钟又给拼装回原样 酷格风范尽显无疑 王一博拼装鲁班球 可王一博酷酷的样子还没有维持多久 就被片方放出的各种拍摄花絮直接笑破防了 酷格本人认为片场最多洞的人是五四月 当视频中出现那个最多洞的人居然是自己的时候 大吃一惊 小样 还不相信吗 这可是有视频有真香的 屡来屡去的坠子 摇来摇去的穗子 万物皆可摇的好动小手 脚底下更是按上了红孩儿的风火轮一般 滑过来溜过去 看到有视频为证之后 王一博自己也是笑个不停 估计自己也在想 原来片场的我是这个样子的呀 虽然王一博在片场中是好动青年 可在发布会现场 作为洛阳籍演员 当然要择无旁贷地介绍自己家乡的文化 从叫高炳卓洛化到介绍洛阳美四 更是以神兜第一名涛的身份为每到每时平起即来 其实二郎除了是神兜小分队的智慧担当以外 还有一个观众们都非常喜欢的副业 有品味的小吃货 在神兜的大小九四摊铺 可都是以获得百里郎君的点评牌子为荣的 作为好吃又好吃的王一博 这个副业可是对了他的口味 不知道行走在神兜洛阳的大众点评 会不会提点店家多放些盐虽香菜和醋呢 毕竟这是小百里的偏爱 等了又等 盼了又盼 虽然已经得知下月初会和百里小狼君见面 可随着剧方发布的点点滴滴之后 好不容易静下来的一颗心再一次被点燃 神兜洛阳到底发生了什么诡异的事件 作为脑力值满分的小百里会以怎样的方式带领大家拨开云雾 让我们开启倒数模式 搬好板凳 坐等技术流百里红意到来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